赵命 丞相吕不韦 领五万兵马 出征东周军之国 上将军蒙奥全力协助 丞相 接兵服 这是吕不韦第一次出征打仗 本来反对势力极大 比如杨全军就不服 你个商人能带兵吗 上将军蒙奥也是不同意的 在上早朝之前 秦自处和吕不韦专门一波商量 老女士商人出身 而大旗以军功进决 所以许多人会不服气 最好的办法就是让老吕自己带队 打下战绩增加威望 如此一来 秦国超等的反对势力就小多了 很快他亲自拜访上将军蒙奥 本来蒙奥看不起老吕不愿意见的 蒙田蒙一两个小东西 还出来嘲笑的 你就是那剑烧吕不韦 老吕没有跟两个小屁孩一般见识 免得人家说他欺负小孩 原来蒙奥拒绝见面的局面 他一句话成功破局 你蒙奥可以不见我老吕 但马车里的可是当今秦国太子 未来的储君 你蒙家以后在秦国要不要混了 蒙奥本来还想投铁 经过儿子蒙奥一波劝斗 我们蒙家本来就是齐国人 蒙是来源于齐国境内的蒙山 而吕不韦本人也是江姓吕氏 江泰公的吕尚的后代 如此一来两人还能攀赏关系 很快老蒙奥就知道 以后该怎么做人了 亲自出来迎接老吕 蒙奥 邪子蒙田蒙义 拜见公子 小祖龙就这样收了一对左膀右臂 聚会过后 老吕带着小祖龙返回东宫 蒙奥一家人确实刚直过人 但同时也不缺乏变通 明白秦国现在和未来是谁的天下 没有楚系势力搅在一起 不然老吕这丞相还真的放不开手脚 很快秦庄相王就命令 吕不韦带领五万兵马出征 因为欺负的是东周国这种小国 所以他们的表情十分轻松 东周军都急坏了 他们还有官网到何时 这里解释下 东周国和西周国 这是周天子分封的两个小国 所以严格来说 周朝早在周天子去世后就灭亡了 东周军早早就派人 请其他六国派来援兵 楚国此时乃是楚考列王在位 告过河南保卫战时 他派兵援兆 但现在是区区一个东周国 楚国本来就不服周 现在乐得见周朝王室被全灭 除了之外 赵孝成王也在坐山观活动 他觉得区区一个东周国 犯不上派兵相助 道时的吕不韦朝教拉满 吕不韦做了丞相 在距离东周国无敌鹿时 赤猴飞马来报 韩国军队正在前面驻军 老李的大聪明门客正获一波分析 还以为韩国是来支援东周国的 东周军本人也是这么认为的 韩国已经出兵了 这样一来 其他五国必须会出兵 赤猿寡人哪 很快四人来报 魏国也出兵来到东周国的边境 东周军彻底膨胀起来了 天意呀 天意呀 天不灭我 周王室啊 这疯狂表演欲真是拉满了 很快他就会明白他还是太年轻 什么叫自己把自己的脸打得啪啪作响了 喜欢的朋友欢迎一键三连 我们下一期视频再来分享 韩国在镇国七雄里实力是弱小 谁都打不过 这次难得凶起一次 韩和慧王特意趁着秦国来攻打东周国的时刻 他们跟着打秋风 欺软趴硬这招被他们玩明白了 此时的东周军还没蒙在鼓里 以为韩国和卫国是来支援他们的 他看不起剑伤吕不韦 当场口出狂言 此时联合诸国一股作气灭了秦国 定能重建我周王室的雄方 下一秒 乌鸦在他头顶飞过 吱哇哇的声音充满了嘲讽 本来吕不韦看到韩国和卫国 肯兵在东周军蜀国周围 以为他们是来给东周国帮忙的 万万没想到 这两个老六趁机抢人头 秦军都傻了 面对秦国韩王唯唯怒怒 面对东周公国 韩王那可是重拳出击 东周军本来幻想着 和卫国韩国合军一起击退秦国 直到小兵前来报告 韩国卫国两个老对老七正在攻打他属下的城池 东周军去的直接一跤再倒再低 韩国好不容易攻破一座城池 韩航卫王十分兴奋 进城 即可进城 本王要接受城池 突然一阵韩军反水 开始自杀自己人 没错 正是秦国安排的间谍 很快战鼓隆隆声响起 秦军马队出动 掀起尘土满天 当场将韩军给包围了 大厨面那是月光光心惶惶 别看秦军冲破他的军阵 他果断选择撤退 蒙奥则是露出兴奋的笑容 就这水平还在抢人头 城里的东周军 此时已经万念俱灰 当场选择投降 群臣个个爽歪歪 你遭到投降 免得大家跟你一起死 此时老李正准备带人 强攻凡城 突然赤猴来报 东周军已经派人前来请降 老李都有些始料未及 打个仗这也太容易了 看着智商情商拉满的人 活顿派了此次带兵 打辅助的蒙奥 前来一起受降 难怪东周国李官 出来宣布投降 城门瞬间大开 东周军赤裸着 上半身出现的门后 李官一声纳喊 跪 东周军屈辱的跪了下来 他打当中朝王室血脉 如今却得跪拜 六百年前的养马奴 风水轮流转 行事逼人啊 老李徒步前行 从东周军手中接过宝剑 接着要夺走他嘴里的玉 东周军虚拟那时万奔不舍 毕竟那代表周朝的祭祀 彻底没了 我今日投降大秦 天下再无周隐 随着老李一招手 进城 蒙奥一声呐喊 新国军队开进了 最后一个周氏里程师 有一说一 东周军演员高兰村相当的敬业 大冬天露着上半身表演 最终肉坛行臂的装束 也确实是先秦时周里的投降仪式 但是先秦时的肉坛行臂 不光是攻着上半身 而是直露左肩 有一个比较还原的 这是老三国地赵云请刘备返回 荆州市的装扮